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新事 幫你搞定 淑女家務事 現在真的是 房價是居高不下 所以很多人當然選擇租房子 那我們經過調查 其實在台灣 租房子的人口 已經高達三百萬人這麼多 真的 對 所以不管是租來住 或是做生意 我想大家一定都有 這個租房子的經驗 沒錯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看房東 所以大家常常會在想說 這好房東跟好房客 到底在哪裡呢 然後我們在租屋的過程當中 你常常會遇到很多的困擾 很多問題 所以今天也幫大家邀請到了 幾位租屋達人 你好 要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是從七歲 就是單親之後 媽媽帶著我們就租房子 租到了二十七歲才買到房子 所以二十年的時間 就是跟著媽媽 到處的就是找房子 然後大概租一兩年就會搬家 所以其實我 搬家很累耶 對 對 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 是住到了 蟑螂屋 蟑螂屋 對 他真的是蟑螂屋 我真的要蟑螂 好可怕喔 怎麼樣多 那個真的很神奇 那個多到就是每次我一回家 下課回家 然後家裡很安 因為我們客廳是沒有窗戶的 所以一回到家是整個家裡 都是暗的 對 然後所以我就要摸黑暗的 然後也暗的 你就會聽到 啪 因為我把那個蟑螂 對 要殺了 對 就啪 剛好開燈就打到它 大小都有 大中小 所以明川老師的租屋年齡是 我自己 如果是我自己搬出來 就是自己租房子大概十六年 但是如果加上原來家裡 因為我從小家裡都租房子 可能超過三十年了吧 所以才是第一名 所以剛剛講 剛剛講搬家 我有印象大概 搬過二十二次吧 好 十二次 所以最短 最短的 最短的那個租房子的時間 是三個月 最短 我自己搬出來 自己住的套房是在那個 東區SOGO旁邊 好 十房 就在那個公園旁邊 好十房耶 就是完全就是在正中央 然後因為我當時我聽別人 比如說在棚裡 化妝間聽到女明星說 他們租房子一萬八 兩萬 一萬五 我就說那差不多 應該是這個範圍 這個行情一樣 對 可是因為自己沒有租過房子 其實我對這些事情 我只在意多少錢 我不會在意其他的 然後那時候看了SOGO這個房子 就想說 哇 他說一萬三 我想說天啊 太便宜了吧 他比那些人說租個便宜 你當下是不是有覺得 你比我們聰明 有 我當下就覺得 我自己好會找房子喔 走到一個一萬三的 我覺得自己很聰明 對 在東區耶 多方便對不對 對 他的權狀是八坪啦 八坪是小東西 超小的啊 你知道 但你沒進去看 而且你東西又很多 對 而且敏昌老師剛剛講 那是多少年前的一萬三 真的 然後我當時想說 租得好便宜 每次人家跟我問說 你租房多少錢 我說一萬三啊 太驕傲的 超驕傲 後來我慢慢隱約 聽到別的人說 我一萬八大概有十五坪 十八坪 我說 那我才八坪 然後裡面又更小 你有公園啊 你賺到便利啊 然後但是這個便利 讓我很難受 是因為我每天都在 就是我本來大家想像中 就是收工回家 是要休息 對 我都沒有在休息啊 我每天都在加班 為什麼 我只要走下去樓下 都會一直遇到大家 對啦 我光去一個便利商店 你知道我去倒垃圾 那時候還沒有那種什麼 社區倒垃圾這種 然後出去趕垃圾車 我知道裝法弄好耶 遇到就會跟說 明確老師都會遇到 好 來問一下家瑋的租屋年齡 因為我還好只有五年 我跟妳說我真的是得性於 我有一個客家媽媽 然後因為我爸媽 小時候都很窮很窮 然後我好像開始工作 就是打工 就是當模特兒 我媽就會開始收我的錢 她就會說 妳每個月要拿多少錢回來 可是這樣對妳是好事嗎 媽媽是幫妳存 還是幫妳花 她幫我存 那客家媽媽很棒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 其實我那時候心情很不好 我就說妳為什麼 我們就賺這麼一點 妳要給人家錢收走這樣 但我不知道原來我媽媽 就是用我的名字買了一個房 很棒 然後她就把那個錢拿去繳 這樣子繳 然後我後來知道是 那個時候我們舊的房子要裝潢 然後他們就搬去新的 所以我那時候才說 原來我繳了這麼多的錢在這兒 原來她長在這兒這樣 我媽媽就用的錢拿去買股票 對 然後後來就是變很棒 對啊 好 林莎呢 我的話也是一樣是五年 但是我是因為我是高雄人嘛 所以我是大學畢業之後 就是來台北工作 對 我才開始就是找房子 然後其實那陣子 是大學畢業後 很流行一個叫做 在Facebook的社團上面 有找房子的那種租屋網 我看那個屋況 跟就是我想要的價格啊 預算還有地點 我都覺得一切都非常棒 我就跟屋主約了兩個人 我就去看 我就自己去 一到現場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大樓 然後它有很多 就是很多間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房東 他是一個跟我爸差不多年紀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一排這邊全部都是他的 有五間套房 然後剩下最後一間 就是我要看的那一間 然後他就一進去之後 他就開始這樣看我說 同學你是大學剛畢業嗎 你找到工作了沒 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有 有在工作這樣 然後我想說很正常 因為他可能怕我 繳不出房租什麼的 我就覺得有 有找到工作 他說你有男朋友嗎 那你怎樣什麼 他就開始問我一些 人家調查 對 因為我想說 他可能是怕我帶人回家 我覺得這些都很合理 但是到最後呢 因為我看 他上面有PO金額 是一萬五千塊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可以算你一萬一千五百塊 但我就住在隔壁 他還住那層樓 他就說他就住在房邊 如果我有 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 儘管告訴他 他會照顧我這樣 他可以好好照顧你 然後我就覺得 那為什麼他要便宜我 三千五百塊 他不如去租別人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會一直這樣上下打量我 對 那感覺好不舒服 好可怕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想說 天啊 我第一次看房子 就遇到這種房東 對 然後我就馬上就跟他說 那我還有下一間要看 然後我先去看一下 我做好決定再跟你做 但我真的是嚇死了 就覺得怎麼會遇到這種 就真的 女生真的危險 女生真的還是要小心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租房子最怕踩到這些雷 第一個雷是什麼 離譜房東難溝通 我真的遇過一個房東很任性 任性 很任性 他隨意進出我家 對 他已經租給我囉 那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真的假的 而且那時候的狀況是 因為那是媽媽跟他成租的 然後所以其實我一開始 沒有見過他 然後是有一次在走廊上遇到 那房東都說 我是你房東耶 你為什麼在你的房間鋪木頭地板 然後想說 他怎麼知道我房間 有鋪木頭地板 然後我就一頭霧水 我還跟他解釋說 因為那個地板瓷磚有一點破 就是他原本瓷磚有點破例 我怕走來走去會刮到腳 所以有鋪地板這樣 然後解釋完我回家 我想說 他到底怎麼知道 我家有鋪木頭地板 然後我就跟媽媽講 然後媽媽說 對啊 上次他遇到房東 房東還跟他說 你洗衣機的水管要排好 不然容易會淹水 所以他三不五時就進去檢查 就是一開始我們兩個都不知道 他到底怎麼知道 然後我媽還想說 他是不是有裝監視器 怎麼原本 對 我們原本是這樣懷疑 結果後來是有一天 我就下課回家的時候 我就發現 家裡怎麼有個男的 是房東 他怎麼開門就好啊 因為他有鑰匙 然後那時候我還說 你怎麼會進來 你進來要幹嘛 他說 這是我家 我為什麼不能進來 他已經住在那邊了 我說可是現在是我們住這裡 你雖然是房東 可是你也不能進來 他就說 我愛進來就進來 好 可是我愛進來 他就繼續拿在麻糬山 那是鞋台 駿昌 沒有 因為確實 因為我曾經租過一個 是頂樓家蓋 然後那時候是跟我姐姐住 我有一次 親眼火膽他在開鑰匙 開你家門是吧 對 他已經開了那個 外面的所謂鐵門 那個鐵柵欄進去 所謂公共空間 他拿東西 然後他轉去開我們家的門 他說他要去後面陽台拿東西 所以他還有東西放後陽台 還是只是借故 他講了我們 我們才知道後面 疑似有放東西 因為那個後面有那個洗衣服的地方 有一個櫃子 櫃子下面其實是上鎖的櫃子 所以房東會不會把他的零用錢 藏在那裡 吃飽錢 所以我覺得早年的房東 好像確實會有這樣的餓食 會覺得那是他們的房子 對 那另外一個更可怕是 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我是高三 準備考大學 我有同學住國外寫信給我 他會 檢查你的信 第一回合是攔截 他說 要考試的人 不要分心 什麼事啊 關你什麼事啊 你這樣聽起來 他幫你當親生兒子 對 不讓你拿信 對 不讓我拿信 後來我知道這件事了 我就說那可能我還是需要 因為是我的東西嘛 對啊 我需要拿信 好 他就說好 那我整理一下給你 他還打開看 他全部都猜過 看過了 你看喔 你都想像不到說 以前的房東怎麼會有這些事情 所以今天 我們也幫大家邀請到一位 律師在我們現場 要來幫我們來解釋一下 我們遇到的這些鳥事 它合理嗎 完全不合理 首先第一個就是 房東是不能夠隨意進入 房客的房間 因為房子已經出租了 也就是將這個房子的使用權 已經交給了房客了 房東已經無權使用了 今天除非遇到像什麼 安全上面的考量 例如說失火了 你不得不進去 否則的話 房東是無權進去 如果真的房東進去 刑法306條 是可以告 很多房東都覺得說 那是我的房子 抱歉 你已經出租了 你沒有使用權了 所以不能進入 那如果我們突然看到 房東怎麼耐在家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要趕快拍照嗎 對啊 我會建議是可以報警 那當然可以跟房東 第一次溝通一下 你直接報警 你這樣人很不合 你就鬧僵了 然後你就馬上被趕出去 你不能來不及找房子 對 所以我們該怎麼辦 當然和緩的 我們會是希望說 跟房東溝通 很多房東對法律不了解 他真的以為房子是他的 可是如果一次兩次 就真的建議會報警 那真的還是在發生 那這房東就是故意的 那你就該搬走 對 那對啊 也應該讓他受到懲罰 可是也像子晴 他那房東是男生 太危險了吧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是雖然說房東不能進來 可是我之前有遇到一個狀況是 我會在我的家裡面 就是因為我跟這個房東 住了房子 那我在 他雖然沒有進來 可是我會在我的 那個家裡面拍影片 或是拍照片 或者是拍一些東西上傳 然後他會跟我說 可不可以不要在他的家裡面 拍這些東西 因為他怕東西 什麼裝潢啊 什麼曝光這樣 因為他之後還要住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可不可以不要拍到 他家裡面的那一些東西 對啊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是 合理的嘛 不合理 法律上面既然已經承租 你已經承租了 出租給你 你本來就有使用他的權利 反而是房東要限制我 換是房東違約了 所以如果房東還真的積極限制我 對 例如說去把你的什麼東西關掉 斷水斷電 換房東違約 反而是我們可以去提告這個房東 OK 好 請求賠償了 那我們再來聽一下 因為大家都對於鳥問題 非常的熱烈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的狀況 來聽一下林莎的狀況 我的話是之前就是有一次 我租了一個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 在我租進去之前是 那個房東給他女兒住的 然後後來他女兒搬走 然後我就換我進去住 我進去住的時候他女兒就跟我說 他的包裹會寄來家裡面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有管理員 大樓有管理員可以收 所以其實是不會經過我這邊 他會都寄去管理員那邊 他就叫我看到他的名字 就不要拿那個包裹就可以了 他會自己去拿 之後就有一次 誤拆了他的包裹 就把包裹打開之後 發現天啊 不是我的東西 怎麼辦 我就跟他道歉 過了不久 有一次他就突然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林小姐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冷凍包裹 你可以先幫我拿上去你家冰嗎 他家的收穫小妹妹 對 他叫我先幫他 把他的冷凍包裹拿到我的冰箱 已經變立商店了耶 對 對 然後我就說 他剛才先問說你在家嗎 我先說我在家 他才這樣說 然後我想說好 那好像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什麼藉口了 我就去幫他冷凍包裹 拿到我家冰這樣 然後後來呢 這個事情不只一次喔 還有第二次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 如果他的東西不見 是不是我要負責 對 你要負責 對 或者是他寄到那邊 因為畢竟是我 現在有人在住嘛 我就覺得這樣是可以的嗎 法律上面 當然你可以拒絕幫他代收 但我們遇到幫他代收 最大的問題收到什麼 大麻海若印 不便 從國外寄進來喔 對 國外可以寄得進來 對喔 電視都這樣演 很多人 就是我們真的遇到犯罪行為 是偽裝成一個包裹 他或許在上面 明目上面可能是木材啊 可能是什麼東西 化妝品啊 你收到 你幫他代收 一打開 其實也不用打開 警察就會埋伏在外面 你一下去收 簽名一拿 警察就直接把你抓走了 那是誰的罪啊 是拿的罪還是 拿的罪 一定是拿的罪啊 簽收罪啊 你簽收罪啊 對 你是收的那個人啊 對啊 警方就會先懷疑你 是不是你去 從國外買這些毒品禁啊 那個罪都超重的 隨便就關十女以上 變販毒啊 孕毒啊 而且好幸運代收包裹 最後變背叛十人 就是跟你去中國 不能幫人家一起掛錢 拿新的意思 一樣啊 因為真的很擁有 沒錯 所以有一些房客 特別就是像大學生 傻傻的 很多就遇到這種 真的不會想到這些 對 完全沒有想過 這種當然是比較少啦 就是他可能就是一個 永久地址放在你現在住的地方 所以他東西一直寄去 他參圖一個方便 有一些房東很惡劣 是找各種方法 在扣人家的錢 沒錯 我們就遇到有一個 那個房東是這樣 他跟房客簽約 都是簽一年一約 那我們覺得奇怪 住越久不是越好嗎 但這個房東都要求說 你就是住一年 一年以後再續約 然後押金兩個月 例如說我的租金就一萬五 那我就押三萬在那邊 對 一年到了 這個房東就告訴你 原本一萬五變兩萬 那對房客來講太貴啦 那房東你不能夠行行好 不行 我堅持就是要漲五千 那房客怎麼辦 我只能搬家 那我要搬家了嘛 這個房東就告訴你 我進來看喔 你使用我這個房子一年 你看這個牆壁黑了 我這個洗手台 有兩個刮痕 我這個馬桶看起來髒了 全部通通都要清理 全部通通要打光膜 然後維修的費用三萬 剛好就你的押租金 或甚至超過你的押租金 天啊 那對這房客來講 莫名其妙 可是你要錢在房東手上啊 你要去告他嗎 不可能啊 結果怎麼辦 你只好拍拍屁股走人嘛 對 摸摸鼻子 這個繳了一年的租金 然後又被沒收了兩個月 那其實換算起來 你其實繳的租金 是非常高的 對 可是就有房東 他就是用這種手法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簽 這個租賃合約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就是 跟房東的合約到底怎麼簽 我們其實大部分的房客 都沒有經驗 因為房東是常常在出租嘛 大部分都是拿那個文具店 就是買一次的合約啊 其實文具店的租約 它還算是公平 就是說它沒有特別 對誰有利 只要我們不要加一些 有的沒的的話 那個合約是可以安全的 對 是大部分是都OK的 就是主要就是房東 會在後面加一些付註 備註條款 像我們就遇過有的房東 他就會備註說 如果我房子裡面 有任何東西壞掉了 通通都算你的 房客你都要負責賠償 或甚至有的上面也會寫說 我如果有東西 你要去汰換它 舊的東西你得留下來 那像我們就遇到冷氣機壞了 或沙發壞了 你就去買一個新的嘛 那這麼大的舊沙發 或是這麼大的冷氣機 你會怎麼做 回收啦 就給這個送沙發來 送冷氣來就回收去 結果等到合約到期 房東說 我的舊冷氣咧 房東我新冷氣送給你了 你舊冷氣還要 對 合約有險 對 那另外我再補充一個 這是最近非常流行的 詐騙手法 最近你們像這個 林莎講說 可能透過臉書 透過一些社群軟體 現在很多人在網路上面 找房子 對 然後就有人刊登租屋廣告 而且這個租屋廣告是 原本市價 例如說一萬八的房子 一萬二就出租 就馬上衝了 我要看屋 我要看屋 然後他就說 現在非常多的組要來看 不然這樣好了 你先付押金 我就讓你看 那不行啦 可是每個人 尤其像大學生誰懂 當然是很急啊 一萬二 而且房子這麼好 又離我學校近 一萬二就匯過去了 這個人就收了五十組一萬二 哇 是怎麼要先付一萬二 不是一千塊訂金 沒有 他叫你 直接先付押金耶 那因為你覺得 你會算起來想說 我這樣一年可以省多少錢 對 它就會陷入這個訊息 對 而且大部分 第一次沒有經驗 沒有被騙過不知道 但是他就利用這個方式 就詐騙了上百元 而且他就是不斷地 換租屋廣告 天啊 然後大家就不斷地 匯錢進去 所以劉律師提醒大家 在你那租屋約沒成立之前 都不應該先 都不要匯錢 而且你遇到這種 我們講說貪是 這個貪婪的貪 大家只要看到這種 為什麼特別便宜 然後又要你匯款 對 它其實就是要調你 好 所以租房子真的很怕 遇到這種爛房東 再來看還有什麼雷呢 上次我覺得鞋子 我就被偷過很多次 然後有一次是一雙 很貴的高跟鞋 然後那時候我們宣傳期 要走宣傳 要穿某一套衣服 就要配這雙鞋嘛 然後我就要找那雙鞋說 它不見了 然後我就很慌張 我想說 超慌張的 因為很貴 然後明天宣傳就要穿怎麼辦 然後結果就看到 隔壁的那個女生 她的櫃上怎麼有一雙一模一樣的鞋子 好看明顯喔 對 可是因為我就想說 她可能也買那雙鞋吧 我一開始沒懷疑她 所以我想說去問問看好了 所以我就問她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想問你門口那雙鞋 是不是你拿錯了 因為我也有一雙一樣的鞋 然後她就大抓狂 就是那情緒很過敏 然後我說 誰偷你那鞋啊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我也沒說她偷 我只是說你是不是不曉得拿錯 她就大抓狂 她說那鞋又沒有很貴 所以我幹嘛偷什麼什麼的 然後她就很激刀說 不好意思 妳不要生氣 我不是要懷疑妳 那可能是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就回去了 對 然後結果隔天 我就沒辦法穿那雙鞋去工作 那會被公司罵死了 對 然後結果隔了幾天 突然那雙鞋子出現了 就回到妳家了 她就回到我的鞋櫃上 那就不是我 因為她派對參加完了 然後她櫃子 櫃子的那一雙 就是櫃子的那一雙 然後我就因為我跟朋友聊 我就說你們覺得 她到底為什麼回來 然後我說她是不是就怕 真的被抓包 她怕我報警或什麼的 我朋友說沒有 她拿去穿了 發現不好穿了是嗎 打腳 我就說真的 然後我就滿想硬撐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去偷偷經過鞋櫃的時候 去翻她的鞋櫃 她真的比我大一號 她穿不了 不知道是怎樣 但是我猜可能是這樣 妳都已經這樣問她了 就後來有回來 她拿這雙鞋回來 好可怕 好奇怪 不是喔 但我覺得最怪的是我媽 我媽才是怪鄰居 妳說妳媽本人 妳說妳媽本人是怪鄰居 對 然後我其實超怕她常去闖禍的 為什麼 因為她有一次就是 我們這個住的房子 也是那個電梯很奇妙 她是要先走個樓梯上去 才是電梯 所以有一天我媽回家的時候 就看要走樓梯前 就看到電梯有一顆 頭在那邊 是這樣嗎 這樣子 好可怕 對 所以 所以你走上去的時候 你會看不到她的身體 對 因為你會看一顆頭立起來 好可怕 真的很可怕 幹嘛 然後電梯本就一直卡到 她的頭就彈開 然後 很像鬼片 然後我媽就看她這樣 然後當然是閉眼睛這樣 這樣一個女生 然後頭髮就是皮頭散髮這樣 幹嘛這樣 我媽就以為是鬼 然後我媽還過去看那個鬼這樣 然後就發現你媽好勇敢 看到這麼恐怖的畫面還去看 畢竟她們蟑螂都汙這個 滿個蟑螂路怕了 就是我媽就過去看 這個鬼有買Saven的食物 不是鬼 他剛剛賣食物 還是溫的 剛剛回來 妳媽的膽子好大 對我媽膽子很大 然後我媽想說她這樣很痛 因為一直卡住 所以我媽 我媽就把她扶起來 然後我媽說她一定是核尊 因為就是酒味很重這樣 然後 我還以為她需要急救 是昏倒的 對 就還好不是身體有重量 是喝醉 然後所以我媽就想說 不行 一定要安全送她回家 於是她就拿出她的鑰匙 從包她的包包拿出鑰匙 一間一間的幫她開 對 因為他們在她住哪一間 沒見過的 然後我們是七層樓 一層有五戶 天啊 一層一層一層就要開耶 然後就找 然後結果後來找到她家 我媽就很貼心喔 然後就是幫她換衣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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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 是男的女的 生理師 不然太該交往了吧 就慢慢這樣子 然後還把食物幫她 放到廚房間 還怕她食物會壞掉 妳們那也是滿好心的耶 重點是 你久坐著起來 看到衣服都被換掉了 多害怕 我想說天啊 我被解釋了 對啊 然後合天那個住戶 真的是嚇壞了 想說後來還幫我 開冷氣什麼的 所以她就嚇了 問管理員 因為這很嚇死 對 因為管理員只有白天嘛 然後說在白天管理員上 她就說我要看監視器 到底是誰的 到底怎麼回家的 然後還好是看到她是女 就我媽媽是女生 她就想說她算了 就沒有生氣 但我說 媽媽妳這樣超危險 如果她提告什麼 覺得我們仙人跳還怎麼辦 我們之前有碰過一個鄰居 她比較 狀況比較多 是因為她跟我們所有的鄰居 都處不好 我算是幸運 我可能有喝到她的演員 她對我還算和善 客氣 但她會把那個 我們有時候工作 可能會有一些 媒體大哥 大姐 幫我們就是寫新聞 會有那個報紙對不對 她會把我的那一份 剪下來 糟糕 聽起來還不錯對不對 幫妳做好媒體監督 剪報 她會旁邊眉批 還有眉批 寫什麼 有一次有一篇 那一篇就是可能在講我什麼 投資資產之類的事情 對 她跟我說 趁年輕多盛點錢 她該不會幫妳公布 再公布人吧 沒有 她會把它丟在我的信箱裡面 我打開信箱 然後這樣飛出來我嚇一跳 我有一個滿特別的經驗 那時候我跟我室友 住在一塊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都睡得晚 所以我們每次晚上在看 比如說看電視的時候 就會聽到對門 有小朋友在哭 不是特別小 大概就是幼稚園 不是小嬰兒的 那我們是小孩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最早沒有有什麼感覺 後來是有一次她男友 有一陣子住 比較常來我們這 她男友就說 怎麼又有小孩哭 我們就說對門的小孩哭 然後她男友就講了一個 典型我們兩個的話 她男友就說 這聽起來不是嬰兒的哭聲 我們說不是 我們見過那個小朋友 大概就是類幼稚園這樣 他說 他說哪有幼稚園的小孩 晚上會這樣哭 我們兩個才突然說 所以是哭得很慘 是淒厲的 是那種感覺我們小時候 被打的那種淒厲的哭聲 那你有聽到打的聲音嗎 沒有聽到 然後但是他們家 常常就會有很多人 就是你會覺得 因為他們的空間 跟我們一樣大 可是你就常常覺得 他們家有很多人 對這樣 然後剛開始我們就有一點點 懷疑 可是我們也沒有說什麼 然後有一次我工作比較晚 我回去的時候 就是我要進我們那個樓的時候 就發現樓下站了一群人 在那邊抽菸 講話很大聲 然後我走進來的時候 他們也跟著走進來 然後我就想說 他們是要 這樣會怕耶 這樣會不會追你 這樣我立刻就不進去 然後因為我們也坐電梯 然後我就在電梯等 我就說沒關係 你們先行 我想他們去哪 結果居然是我們那層樓 然後因為我們住二樓 所以我就走樓梯對不對 我走樓梯到 他們電梯剛好打開 也剛出來他們走 他們就在我們對門 然後我想說 對門住好多人 然後他們開門的時候 我是不是也在開門 對啊 我就發現裡面人都沒有睡 都男男女女 就兩三點 女生 男男女女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 就是我的室友說他回家的時候 他就是想說 我們今天又有拜拜 他們做生意嘛 旅遊拜拜 他就想說按門鈴 要把那個餅乾給那個弟弟 然後他就按門鈴 然後就是一個媽媽 就是那個 就是很 畏畏縮縮的媽媽就開門 然後他就說 這我們今天又拜拜啦 要給你兒子的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說 他就看到那個小朋友 就把我衝出來 可能聽到他聲音很開心 把我衝出來 然後他就說 他就看到那個小朋友 就穿短袖嘛 就身上都是那個 被打得很 那你要打電話 對 我跟你說我當下 他後來我晚上回來 他跟我講 我就說我覺得這個一定有問題 一定要打電話 然後我後來 我後來連續打了好幾次 其實警察來了好多次 然後社會局的也來 然後有一次警察來的時候 警察來的時候 我還開著門 因為警察現在按我們門鈴嘛 然後我就說 對 我就覺得對門怎麼樣 然後我開著門 然後我室友還拉著我說 你不要開著門 這樣他就知道是我們打電話 對 然後我就說 你就從魚眼看就好了 我就說不是啊 我想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跟你說很可怕喔 他們對門那個門一打開 裡面就有白白的煙 這樣 出來 這裡面幹嘛 然後警察就進去這樣 因為那小孩常常哭 然後警察就進去 然後後來 警察就來跟我們講 就說這個狀況真的不好 然後社會局會介入這樣 結果我們最後才發現 因為那小朋友現在已經送 那個社會局了 然後媽媽還有被餵那個 餵毒 然後所以後來媽媽就去勒戒 但其實媽媽是善良的 媽媽也是渾身都是傷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個事情 那你救了他們母子倆 對 因為我們真的 因為他真的哭得很大聲 然後我不誇張喔 後來我們確定母子倆 都已經離開這 真的 因為我們很怕我們門口 會被放火或什麼的 而且警察來的時候 你還開了門 對 因為我們就想說 到底對面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很緊張 對 這麼複雜的 可是我覺得有這個經驗 我就真的覺得 也是要多關心一下鄰居 真的 對 因為那小孩的那個哭聲 真的太可怕了 對 過往其實鄰居 我們遇到最多的糾紛 要嘛就是發生噪音 對 要嘛就是什麼抽菸 有味道 這種影響互相鄰居 但我們最近開始處理到 越來越多這種 鄰居互相關心的結果 產生了這個傷害案件 我們遇到一個 六十幾歲的大神來找我們 結果 他們講說你是被家暴 他說沒有 然後我就說鄰居 為什麼要打你 他說鄰居是一個七十幾歲的阿伯 我說七十幾歲 阿伯獨立很好 對啊 為什麼阿伯要打你 對 就真的住 卡戀愛了是不是 就住隔壁的鄰居耶 結果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這個七十幾歲的阿伯 常常到他家按門鈴 他說為什麼你不開門 然後這個大神就奇怪 你不是住隔壁嗎 你回你隔壁家 沒有啊 我家住這裡啊 你怎麼不開門 他一直以為那是他家 他錯了 他是有阿伯海默之類的嗎 不曉得 但是這個大神 他就一直覺得很不堪氣 因為阿伯常常來按門鈴 那他就打電話 打電話去隔壁嘛 就說是不是隔壁的這個伯伯 對啊伯伯有沒有其他家人 是不是來幫忙 我告訴你伯伯家人都搬走了 對 沒有人要跟伯伯同住 這樣伯伯也很可憐 對啊 很可憐 但常常來你家的門鈴 說那是他家 再來更恐怖了 大家在走道上相聚 擦身而過 這個大神說我不是你太太啊 不是 而且萬一人家太太老公出現 真的太太 是啊 但是常常是白天啊 就是老公已經出外工作了 這麼忙 而且解釋還解釋 白口默耶 對 然後這個大神就跟他說 我不是你太太 然後這個阿伯就說 你是我太太幹嘛不跟我回家 你還不承認 硬要把他拖回家 你知道嗎 好危險喔 結果這個大神就是常常 會跟這個阿伯拉扯 他當然有的鄰居看到了 會出來阻止 但不是每一次都會有鄰居看到 那就真的有一次大神 差點被拉進去 天啊 好恐怖喔 到最後就真的跟這個阿伯 就打架了 就打鬥 就是一直要掙脫 他一直要跑 然後阿伯很生氣 他覺得為什麼 你是我太太一直要 劉律師 那如果這樣 其實這個故事 我覺得是滿心酸的 就是失智老人的問題 可是那個問題是 對大神來講也很困擾 他可以在法律上有什麼 對 有做什麼 可以 對啊 法律上面真的是要找社會局 找社工來協助 因為他可能精神上面有問題 對 那他的兒子不理他是 因為這個阿伯回到家 都不認他的兒子女兒是他小孩 要嘛就是送什麼療養院啊 對 對啊 然後或者是社會局 來介入 OK 那就是另一個社會問題 是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租屋還會踩到哪些雷 地頭蛇賴著不走 這地頭蛇 有很多種地頭蛇 要看遇到的是哪一種 我之前就有住過嘛 但我有聽過朋友分享一個 我覺得也滿恐怖的 就是那時候我有兩個女生 朋友他們注意其實是室友 然後剛搬進去呢 就是很常發生就是廁所門是鎖著 然後最一開始是A室友 就是要去廁所 上廁所 說鎖著 他就想說應該B在裡面 對 所以他就回房間等 然後再五分鐘出來 怎麼還是鎖著 就這樣第三次還是鎖 他想說會不會出事了 所以他打外打手機 結果手機是在B室友響了 然後B室友就出來就說 打給我幹嘛 他說你不在廁所 然後他說沒有 他都沒有去廁所 那廁所是誰啊 等一下 這段什麼意思 所以沒有人 就是 沒有人 他竟然自己煩鎖 然後他就想說怎麼會是鎖的 因為就是剛剛你 他就以為你在裡面 就是另外一種地頭蛇吧 對 另外一種 然後他就去開 門又打開了 所以剛剛他三次都確定 因為他問室友說 你真的都沒進去 這一小時你都沒進去 就真的沒有 可是他三次都是鎖 結果那個室友一出來門就開了 然後這件事情就發生過太多次 然後就是兩個室友都覺得很恐怖 很恐怖 超想搬家 因為如果說那個鎖壞掉 偶爾就會卡住幾次 那其實你會知道 他們因為想說 會不會是門鎖 就是太舊 壞掉了 所以就跟那個房東就說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幫我們換那個廁所門 因為常常都會自己鎖住 然後那房東就說 那修不好啦 然後他們在想說 什麼叫修不好 修不好 房東的反應讓人覺得很毛耶 可是一開始他們也真的 沒有想這麼多 想說那不然我們就自己修好了 因為他們想說房東可能只是 想省錢 對 換完一個全新的鎖囉 結果還是一直鎖上 好可怕 對 他們就覺得很恐怖 然後就想說這個一定有問題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那不然就找老師來好了 所以就有去請就認識的老師來 想說是不是稍微就是可能 處理一下 或是其實根本沒事 也讓他們安心嘛 就一來還真的有事 那老師一來就說 在廁所死過一個女生啊 就在那裡 拍照給他們看 他們兩個嚇瘋了 然後就說那那個門鎖 就是因為他之前就是反鎖 然後在裡面 離開的 然後所以他就打開跟房東說 這個房子他們沒辦法住 有問題 對 胸宅 對 然後房東有跟他們說 對 就上一個屋主室 所以他有修過 但是修不好 就是他也換過新的 所以房東 這不是問題嗎 房東妳有事嗎 那妳要先跟我們講吧 可是租房子好像都不會講 買房子才會 所以房東最後已經到這節骨眼 才承認真的是有提醒 老師來說有 就是屋主直接說 就是有啊 有是 然後所以屋主才講 那就只能立馬搬家了 那就立馬搬家了 這個應該就不用付違約吧 我可以拿回我的押金吧 我告訴大家 在以前法律的規定 住宅 如果你買房子 沒有告知是兇宅 有人會認為是重大違約 可是租房子居然不算是 沒告知兇宅 不算重大違約 對 但是最近 已經慢慢把這個觀念 都調整過了 內政部有一些 定型化契約範本 那個租賃合約說 如果有是兇宅 你一定要告知 對 只是因為我本人 沒有那麼迷信 我先說 所以我之前在東區 租辦公室的時候 準備要裝潢的時候 我們要裝潢 不都會先整理嗎 對 我曾經在那個辦公室 要裝潢的時候 撕開壁紙裡面 裡面都是符 那表示是有出過誓 才會貼滿滿的吧 對 你第一個想法 一定是想說出過誓 一定會有嘛 才會貼符啊 對 然後我就 第一 當看到符的時候 當然會有覺得 一斤這樣講說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子 什麼這麼幸運 租到這樣的房子 那第一個我們就是 因為要裝潢了嘛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更新一切都會是新的 我的個性覺得 這沒有什麼 那當然心裡偶爾還是 就是夜半夜深人靜 還是覺得毛毛的 那也是有請老師來看 那今天老師就說 這個 對 你這裡蠻陰的 他講得很明白 你們這裡很陰 一直出事情 但是這個陰很適合我 適合你 它就說 我們的 就是可能合到我的八字 可能我叫 它就說很合你 對你的 它八字重啦 它對你的事業是很有幫助的 它會幫助你很多 類似招桃花 那三年我工作運真的超好 真的喔 非常好 其實我覺得你身邊就有師傅 你也可以考慮啊 家瑋 謝謝 因為我真的天生 我真的天生很敏感 我是從小就有發現 這次其實是陪我朋友去看 然後下午嘛 陽光那麼大 我跟你說那房子很棒 門一打開 你就可以直通看到外面的陽台 我覺得很棒 多地窗 然後那個光也滿好的 採光也滿好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有房仲帶嘛 然後我們就走進去看 我就一直覺得 有一個人 而且我確定是女生 我感覺是女生 他就是這樣在看我 我感覺 但是我沒有看到 我感覺 什麼男子年輕的啦 我覺得沒有年紀很大喔 沒有年紀很大 然後後來我就 我們就看完 看完就走了 然後我朋友就問我說怎麼樣 我說 因為我就覺得那裡有什麼 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心裡也毛毛 因為他知道我很敏感這樣 然後反正他最後沒租 他之後租到別的地方去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 我們之後搬去別的地方 然後後來有一天 我們經過的時候 就是遇到那個樓下的管理員 然後管理員就說 小姐 什麼什麼 你們上次是不是去看那一間 我們說對啊 怎麼了 他就說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他說後來有人租 然後有一天晚上 他的同事在看 他們那個是一個中庭嘛 這個管理員嘛 然後那個管理員就聽到 有一個人在陽台上大吼大叫 然後大家就跑出來 因為大家燈就亮嘛 他就他也在樓下看 就是那個租客 他跑到那個陽台上 那個陽台上是沒有那個柵欄那一種 他就花在那個陽台上 然後就是說 就是說 不要拉我 他就鬼吼鬼叫這樣 然後反正就警察也來了 然後什麼警衛也上去了這樣子 結果那個人後來醒來的時候 他就說他在看電視 然後看一看看看看 他突然說 他說他突然看有一個女生叫他 然後他不自覺就過去了 然後後面他就斷片了 因為那是屋主自己的房 那屋主就說 對啊 就是他們那個房子 其實是一個 兇宅 是個兇宅 所以他自己沒有住 然後他買那個房子比較便宜 因為兇宅比較便宜嘛 所以他就飆了 然後就租給別人 然後我們就說 而且因為租又不用特別講 然後我就想說那他也很好運 然後而且那個屋主還說 也不是每一個房客 都有遇到這種事 有些房客就沒有什麼感覺 而且可能氣比較旺 對 他就沒有什麼 就這個剛好有感覺 然後我就說 感覺我應該要把電開起來囉 幫大家看一下囉 我覺得很敏感 我非常敏感 可是我覺得這種狀況 其實是比較難處理的 劉醫師 因為這種感受的問題 它又不是真的有一個 比如說牆壁貼滿符紙 你還有一個眼睛看得到的 對啊 而且我們有用家說 電視有時候自己開 自己關 你自己設定半個小時關掉 他還在關啊 你有時候就自己下指 然後像子晴講的 我們一直說 就是你很難去舉證他 那我怎麼辦 所以我們會遇到 比較好判斷就是 他是不是曾經是兇宅 如果是 那現在沒有告知的話 的確你可以就跟他解除合約 押注金還給你 可是他可能是自然離開 然後但他不想離開這個家 自然離開就沒有辦法 不是法律上定義的兇宅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去退 或者是你自己感覺毛毛的 就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你可以確定 就是說認定這真的是兇宅 的確是有機會搬離 OK 了解 好 反正就是要看房子 要租房子 就找何嘉雯一起去就對了 真的 真的 Cue喔 感應一下 好 再來看看 租房子最怕踩到什麼雷呢 裝潢設計出狀況 我是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租過房子 那因為我很看表面的 就是租房子一定要挑 那個裝潢很漂亮的嘛 可以 新興的 對不對 就想住這個 那我後來自己當包租婆 我就想說 為了把價錢租好一點 也是要稍微裝潢一下 但因為我那陣子特別忙 身體也特別辛苦 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也幫個忙 幫我盯一下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 居然會頭痛 當包租工這件事情 讓他一點的 壓力很大 他只是兼工 就壓力很大 我覺得他 其實就是我 對 那我跟你說 因為 是業障 對 因為像我們這種 很常頭痛的人 其實我們習慣了 我們比較不會 那麼大驚小怪 你就覺得 那我就頭痛 對 可是像他們那種 平常沒有頭痛的人 他突然頭痛 他就覺得 他快要死了 直接末日要來了 對 他就快要死了 他覺得那個沒辦法 然後再加上事情也多 所以我們那陣子就口角很多 因為我眼盲 他眼盲 就口角很多嘛 然後我覺得 因為這幾年 大家就很重視那個健康嘛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工作的時候 會遇到很多醫生 有一天就是大家也是在等 我就隨性跟一個醫生聊天 我就聊起來最近很衰 就是這種事情很衰 然後那醫生就一個非常 就是納悶跟可愛的眼神 看著我說 那幹嘛不吃止痛藥 對啊 他就說幹嘛頭痛不吃止痛藥 真的 然後這時候我就把那一套 因為我也這樣覺得 我說因為 我還跟他說 因為吃止痛藥很傷身體 不要吃 然後他就露出了一種 就是說你這個觀念沒有更新 就我餘父啦 餘父 沒有更新 然後他就說 其實止痛藥有分很多種 對 然後他就特別跟我說 他就說如果你要吃止痛藥 你一定要選一個成分叫 他說你翻過來看 你會看到乙烯安分 如果是乙烯安分 第一個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對 真的 他說不到一天 然後我說真的 我說我從來沒有認真看 止痛藥的成分 對 他說你認真看 而且劑有效 一天之內就會排除 非常好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重 然後他腳底下 然後我真的是止痛藥的愛心 是不是 我也也是 動不動都很哪裡痛 然後我就說 我的那個頭痛是 他只要開始有點隱隱作痛 我真的會害怕 我也會 因為我每次痛起來的能量 我覺得我腦穴管 真的要炸 你是不是覺得你整個腦要爆炸 你會痛到要吐 對 你一定要在開始覺得要 真的啊 不是很痛在吃嗎 我都是很痛的時候想說 實在真的忍不住 是 沒辦法 我才去吃 以前人家都跟我們說 你先忍一下 真的受不了你再吃 沒有沒有 現在的新觀念 是說不用忍 不要忍 就是你要日防性 就是不要 因為你已經開始痛了 你才吃那止痛藥的效果 就沒有你剛剛還痛 來得那麼好 所以你說什麼 那個什麼 乙烯 乙烯分 這個成分 是安全的 因為它可以讓你 因為一天之內排出 不過因為那個後面 都會有那個藥品的使用說明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 還是要遵照那個醫主 我們就是 也不要就是吃過量 所以那你剛剛講的 這一種有這種成分的話 我會就是說 我就是如果沒有止下來 我還可以再繼續吃嗎 它上面會有那個 要有一個祖父 比如說你要吃多少多少的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還是不要多 所以就是說大家不要忍到 像我那程度 對 我覺得這個滿重要 因為其實我到現在 今天剛剛才知道 原來是有點痛就要吃 有點痛就要吃 我們都以為 就像以前那個告訴我們說 你就先忍一下 然後真的受不了再吃藥 畢竟吃藥對身體不好這樣 佳玟 你就幫你老公準備那個 他裝潢就可以把它弄完了 對啊 我也順便學了一個新知識 然後我後來我就跟他說 因為其實我比他還容易頭痛 然後我後來我就知道說 其實頭痛的時候 真的不要忍你就吃 對 真的 很快代謝 所以這個 對 不用擔心的 對 不用擔心 好 那最後 其實我覺得租屋這個主題 真的太好聊了 今天我們今天聊的這些狀況 都還只是冰山的一小角 對不對 真的 對 所以我們想要最後 就是問一下劉律師 就是說在租屋上面 可不可以給我們觀眾朋友 一些提醒 要注意什麼事情 好 首先第一個就是租房子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你到現場的時候 一定要問左鄰右舍的鄰居 比如說假設剛好這一個房子 它是分租好多間 那你正好就可以問一下 這些分租的房客 因為他們是可以 最實在地告訴你 這個房子住了以後會怎麼樣 像我自己曾經有這種經驗 就是我自己白天去看 晚上去看都沒事 然後住進去以後發現 原來我住的這個房子 半夜一點開始 樓上的水塔會開始抽水 然後就開始滴滴兜 就開始有運作了 抽到半夜三點 那你就不能出庭啦 完全不用睡覺啦 對啊 可是你白天去看 晚上去看都沒事啊 你絕對看不... 你不可能半夜一點 跟房東說要看房子嘛 真的 所以如果你問一下 左鄰右舍 又或者是說有兇宅 或者是有惡鄰居 你的左鄰右舍 你要租房子這些人 都可能告訴你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最重要 你不要挑到一個不好的房子 對 那第二個 當然對我們來講 最重要就是你的房屋的 這個租賃合約 你一定要認真看 因為絕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這個簽租約的經驗 或者是看了也看不懂 反正房東說什麼 就簽什麼 結果呢 房東一定是寫 對自己有利的嘛 所以你什麼都不知道 就給他簽下去了 等到出事的時候 房東說這個你要負責 那個你要負責 這個要扣啊 我說為什麼 租約都有寫喔 一看 真的都有寫 完蛋了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個我覺得重要是 當你們要繳租金或押金 我建議 最好是用匯款的 如果沒有辦法匯款 你也一定要讓房東簽收 包括有一些什麼冷氣啊 電費 水費 你要繳交 最好都留下單據 或是用匯款的方式 留下紀錄 不然常常到事後 有時候房東很多房子在收啊 一下子覺得 你上次沒有繳 你說明明我就有繳給你啊 他就說沒有 那那個一筆錢 一個月的 沒有一個往來的平均 對 一個月的租金 對房客來講 都是很大一筆錢 所以沒有留下這個紀錄的話 就很容易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重複再繳一次 對 所以有金流 大家就不用灰了 是 了解 所以你看啊 大家租房子在外面 其實滿辛苦的 要找到一個好房子 就是不要想說是租房子 不是買房子 就不小心 其實因為是自己要住的 更應該把功課做好 做足 沒錯 而且常常看這個淑女家屋事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很多 你該注意的美感 避免大家遇到這些雷 遇到豬鳥事 對 今天也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